我都没弄清楚发生什么事情 他们就让我把我家里的一些什么烂七八东西带来 就为了谈LD 什么叫LD 罗袋 你知道什么叫裸条吗 不知道 那你可是太嗷了 现在最大的这个新闻 马爷特感兴趣 对吧 我看了 就是他这个 现在这个大学校园 有很多女孩子 这个为了借钱 你现在那个网络借钱的平台特别多 可能上百家都不止 因为你没有什么可质押的 那么那你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脱光了 拿着你的身份证 然后呢 按照他的要求做各种复杂动作以后 然后把这个东西押给他 他就借你钱 然后你要还不上了 这东西就散出去了 结果有的还上了也散出去了 对 而且你就知道让人惊讶的是 他借多少钱 有最少的借500块钱 对 一般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 然后呢 有的是借了东墙补西墙 有的最后就是利息高达30% 那是周喜 周喜 这些女生 就现在就是十个季的给出去了 最后下161个人 其中好像还有那个财夫认识的 是吗 没有 有老乡 有老乡 看到了这个安阳实院的 也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那一片的 就是中西部高校为主 这就把我们河南给圈进去 所以你知道大家就聊这个事 让我觉得有一个特惊讶的现象 因为跟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 对女生的这个观察 太不一样了 有一个文章就讲 就说 你知道你不要去骂这些个女生 现在很多人主要就是说 说这些女生没什么可同情的 你就为了借一千块钱 你怎么就这样在洗手间里 甚至不惜这个自读 自慰吧 就是吧 把这视频给人家 你就就为了一千块钱 说你为了买买什么 就为了买点化妆品 你知道吧 就但是呢 我就看见一篇文章就是说 不准嘲笑这些女孩子 就是说 一千块钱可能违继着她 最底线的一点尊严 当然这个观点 我不知道广美是不是能认同 于是我就真打听了一下 他们 我就说他们买的这些个东西 大学女人宿舍 就说广美拿来 我问问广美这都是多少钱 你请问广美什么人 广美说我带着 但是我都不知道多少价钱 为什么 都是送的 不是 因为这些其实说真的 我就是可能我不是一个那么 就是很多女生爱买这些东西 但我就不是那么的着迷这些东西 那因为我工作的情况 我比较幸运一点 因为我工作的时候 很多客户厂商都会送我们东西 就是我光用送的东西就已经堆在那堆不完了 所以我是问我身边化妆师 我才大体知道 其实这就是现在学校很多女孩 大学女孩 她就她就必备这个东西 这什么 你比如这个叫什么 韩国的一个品牌 干嘛的 就是面霜 就面霜 对 这个大概 水吗 不是 她看了 她包装很漂亮 打开之后 其实就是里面就是膏状的东西 雪花膏 雪花膏 怎么一只剩八十块的感觉 这是我们六零后的运势 两千块钱 大约吧 两千块钱 这个玩意叫什么 这个就是精华液 精华液 这个也差不多一两千 是吧 可能吧 这玩意是谁给你的生日礼物 不是 不是生日礼物 这个是这个 在日本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品牌 我自己本身也是她的粉丝来的 这个是她是三十周年庆的时候 一个限量版的一个面霜 人家送我之后 我也就一直搁那 因为就一张脸 其实用不了 这你多少钱 我不知道 这是口红吧 这是口红 这口红 他们说得七八百块钱 是吧 这个呢 是什么呢 叫四色什么眼影 不是 蜜粉 就是打底用的蜜粉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包装真的很吸引人 你不觉得吗 说真的 我每次去到那个 就是我去到这个化妆品品牌的 柜台的时候 走不动道 其实我一看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没有任何需要的东西 但我就走不动道 我到最后 我一定得买点什么东西离开 好了 他还没给我们钱呢 中国没有卖 没关系 中国没有卖 中国没有卖 我跟你说 这帮鸡贼的日本人 他就是这个 他在中国做宣传 但是中国没有卖 为了什么 让他日本去买 或者代购 到香港 在香港可以买得到 您这样买 我就说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现在就有点不太明白了 就是说 一个同宿舍的一个女生 她必须都得有这些玩意儿 有的人借 就是这是这161个女生 有的理由 就是借1000块钱 2000块钱 可能就要买一个彩妆 彩什么叫彩妆 彩妆跟化妆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东西叫彩妆 有颜色的 上颜色叫彩妆 打底的保养皮肤用的东西叫护肤品 就是有护肤跟彩妆 护肤是保养用的 彩妆就是锦上添花用的 我这我都一回听说彩妆的 但是就说这事为 现在他们说就说连高中女生上学也想化妆 也都很多化妆的 不化就怎么了呢 其实化跟不化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 我必须这样子讲 同样的一个彩妆用品 它从30块到3000块 它的这个范围其实是很大的 你不用去 就是说我觉得你要按照你自己的能力去购买 化妆没有问题 因为现在在网上有很多很多这种化妆的教学的这种网站 它鼓吹年轻的女孩也要开始化妆展现自己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你如果为了要买昂贵的化妆品的话 而去做这个所谓的裸带 我就觉得这个真是很大的问题 彩夫对这个裸带是什么角度 就是我也看了很多人批评这些小姑娘 其实我当然也很生气了 但是我觉得就是那句话 就是什么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大家都在强调可恨的那一部分 其实是可怜的那一部分 才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东西 就是这些女孩就为什么就这么容易的 就把自己的这个裸照啊 就发给了那些借贷方 她总是有一些规则 或者有一些机制在里边起作用的 后来就发就看了一些东西 就是其实她就 呃她的背景就是大学里边没有信用卡 就是09年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到一个新闻 我就查了一下 发现真是 就是银监会出了一个规定 就是往大学发信用卡 一个是不准给未成年人 第二个是对大学生这种没有偿还能力的 你必须确定一个第二还款人 就是有可能是她的父母 或者哥哥 而且第二还款人 你要去印证她确实能还 对于很多女大学生来说 去找她父母去确定她去办一张信用卡 她有可能是不会干这种事的 因为有可能父母已经把学费给了她了 或者说父母的经济条件是不行的 她就形成了一个校园空白地带 她说这个事是个多层面的 这个第一个层面是中国人的这个奢侈品 就我们假设这是应该这算奢侈品 你看我都没见过 非常奢侈品 很奢侈品 中国所有奢侈品的这个消费呢 是和她身份不匹配的 这在全世界最独特 就都是努着消费 比如这女孩根本就犯不着拎那包 比如各种名牌包 一个包便宜的大几千一两万 贵的好几万 你看那拎三五万包的那人 她可能就挣几千块钱 她能一年就挣这个包钱 她这个理论上讲 这类东西不是为他们这个阶层设计的 但是她都要努着去花 我碰到过一个例子 就我去美国 去美国就拍卖嘛 买完了都完了 剩了闲工夫 纽约第五大道上有个什么商场 很有名 我也记不住 都是英文名 他那里有专门一个很小的柜台 卖一个非常昂贵的化妆品 然后那个人就带我去 我们几个朋友一块去 他说这都是我们单位人让我给带的 我说这东西是什么 他说这东西除了洛杉矶的那大牌明星史 没人敢使 在美国人都嫌贵 很小的一点 随便买一点就一千多美金 就一个人 他说你知道吗 这姑娘花这钱买这个 这姑娘是挤地铁上班的 对不对 是 他完全不匹配这个事 但是他就是能够把他的所有的积蓄 甚至借来的钱去干这个事 这是今天的我们整体社会消费观的一个引导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不晓得这种裸带 它是可以持续的一只拿同样的照片 你一直带吗 因为你要知道你花三五万买一个包 这个包不会凭空消失 除非你掉了 但是保养品跟化妆品它是会被用完的 对啊 就是一代再代啊 你换保养品 你可能这瓶三个月你就没有了 那你三个月之后呢 你知道有的女孩现在失踪了 她带了几十万 她都是这种啊 有很多家这个借贷平台 就是 这借贷平台一说没我们事啊 都是他们第三方 他们之间达成的这个交易 然后呢 他就是老得买拆了东墙 这个补锡墙 对 他不是借了那么多钱 他是那个窟窿越来越大 都是高利贷嘛 他那个锡很吓人的 他那个就我看到最低的锡 都比中国银行规定最高锡的若干倍 他有最最那个严重的是按日记锡 那他为什么敢呢 他们我觉得这些人还数学不好 就是他都不知道这零点 就是你比如说你 他不说你还多少啊 百分之多少 他说你还比如说这个锡就0.3 什么叫0.3 就周锡0.3 就是周锡30% 那就理论上讲三个多礼拜 您就是翻翻了 对 还不上就利滚利 最恶心的就是现在被人家 这个就指出来 就是说他还有肉肠条款 对 这就太恶心了 这个就触犯法律 有的说呀 早已经肉肠好几回了 这个这个 他这个弄来弄去的 而且还有一种是裸疗 就是说 我觉得中国这事真有意思 说还不起钱啊 行 我给你找一人 你跟他裸聊一回就算底了 就那人把钱付了 他所谓肉肠 就是这个意思 对中间他体成 他就变成那个拉皮条的了 他突然身份就变成拉皮条的吧 这个事给解决了 他这个身份其实也有一个变异 我刚才讲到那个信用卡从校园退出 就各种这个小信贷机构啊 就开始做这个东西 你看看我现在你看一张照片 就我现在大学 我就跟我那时候大学情景不一样 这大学生贷款这种告示啊 据说现在在大学校园里到处都是啊 对 那你就让整个大学生成为都负债借高利贷一组啊 他是因为我看到一个就是他在这个讲这个还贷的情况啊 他尽管很多都是死账 但是呢他盈利还高达百分之十几 那比银行要高的多的多 呃就是还是因为他收的息太高 还是有人在乎名声东东借西借 最后不行了就穿帮跟爹妈要钱 因为有的人呢是 现在有的女孩是家里还是有钱的 那家长有时候很火 就是说你这没多少钱 你跟我要都会给你 但是他又要自食其力 他认为他有个尊严 他这尊严呢是是另外一种尊严 他认为脱了衣服照个像怎么自卫 这都不叫尊严 但是我跟爹妈要钱 这尊严就没了 有的人并不是家境很坏的 他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因为彻底的走投无路 不是 他现在有的女孩他跑了 他爹还帮他还呢 对对 我现在认为你比如他抓 不是抓住就露出来的这个 这一部分十个计的哈 这是冰山一角 所以现在他们说就说这些女孩你傻呀 你就是还了钱 你把这给人家 你以为这个不会被人露出去吗 现在在网上有人卖这个的 他有人是已经还完了 也被露出去了 这就有点 所以马上就讲这尊严 我就觉得需要重新认识了 就是说跟我们年轻时候啊 特别不一样 比如说我就看一个大学老师 他就曾经讲 他说你知道吗 比如说现在快春节了 他说在我们这个三线城市的这个学校里啊 同学们之间有一种很微妙的东西 什么微妙的东西啊 买火车票和买飞机票的 你比如说很多同学开始排队 买火车票 对吧 但是呢 那些买了廉价飞机 一部分买廉价飞机票的同学呢 碰见买火车票的同学呢 都有点小尴尬 就这还是 我觉得这还是比较善良的 就是他 他不好说 就不愿意说 说你怎么回去啊 就坐飞机回去 他不愿意说 他是坐飞机回去 但是另外有一些同学 就全楼就嚷嚷 明儿飞机票早买着了 咱坐飞机回去 我甚至还是我爸妈给我买公务舱 还头等舱 其他同学听着 这种女色 你说这时候 咱们年轻的时候 我觉得没这个 也有 有吗 有 有 我那时候从深圳到北京 一坐33个小时 我坐得我要死的那种硬座 但那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那样啊 那您那时候吧 他普遍贫困 贫困 对 到我那时候已经一部分人富起来了 到现在又一部分人富得很富了 感情您还比我年轻 对 我这90年代的校园 已经有人是飞机来飞机去的 没问题了 还有一个 就是他这次拍这么大量的这种 说白了 有的都是算色情的照片 对不对 他不是这么大派的 有的都是色情的 我看到有的女孩就去 就也接受采访嘛 他一方面愤怒 一方面他有一个理论支持 他说我当时就认为 这跟人谈恋爱差不多 谈恋爱不是也人看了 我身体了吗 这个没谈成就没谈成嘛 就是他有这个 他还有精神支柱 他自我能解释 所以这个观念不一样 不一样 他认为谁看 谁看都是看 你看我还听说过一个事 也都跟着都类似 就是这个大学 女大学生 女的长得就是比较顺眼的 就有人说你要不要找个人包你 他怎么包你呢 说这人根本就不来你这城市 他偶尔来 但是你是他的 他每个月给你钱 比如一个月内 我听他们说大概是几千块钱 三四千块钱 每个月他定期给你钱 但是他一旦到这个城市出差 你就得全身心的陪他 那他不在的时候能不能兼职呢 他不管你 他说的是他包你 但是你该干什么你干什么 因为你看不着嘛 但是女孩呢 女孩呢 他比较容易接受这个事 是什么呢 他有一套理论 他说 这个大部分在大学谈恋爱的人吧 到最后一毕业就劳艳双飞 都不成 说与其跟那一人苦哈哈的 还老天天伺候的时候 给他又打盒份干什么 最后还把我抛弃了 还不如我找这么一人呢 他这就是商业的计算 看哪个核算嘛 说这个租房核算 还是买房核算 他就算好了而已 国美你作为你 咱们岁数 你比我年轻了 我跟你同年代 同年代 台湾那时候 你年轻的时候 也是挺苦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 你说班里的 你们的女生都讲究化妆吗 不讲究化妆 但是也都讲究爱漂亮 但是其实爱漂亮 很多的方法 例如什么 就有很多的那种小偏方 例如我还记得 以前小时候用那个 说什么要深度清洁皮肤 我们就用绿豆粉 绿豆粉加蛋白 就可以去黑头 用什么这个种 然后用蜂蜜敷脸 就是说 那个时候 当然是有很多的土方法 但是你现在去跟小孩说 这些东西 小孩都笑你啊 所以小孩真是应该跟这个 广美阿姨 学习学习 我就说咱们你看的大美人 我就跟你讲 这个这衣服 叫我看着 跟Dior的也没什么区别 人广美 你跟大家说说 这玩意几万块钱买的 对 我跟我朋友讲 我说我老在淘宝上面买东西 没有人相信 就是因为老 这件多少钱 一百多块钱吧 具体我不知道 它有可能只有98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说 就是说 因为对我来讲 可能我们用衣服的量比较大 你们男士 反正一件黑马甲 你穿了十次八次 我从年轻穿到 就是最后暴别 这个世界 可能我们对于这个服装 更换的次数比较多 对我来讲 量可能比质 有时候是来的重要 对我而言 嫌弃啊 嫌弃 但是 采夫你也是当爹的这个人 你觉得 我就想 就是说 要是他父母 在网上 你说看见女儿的这个 那不就疯了 会气疯的 就是 因为很多的短信和视频 会发给他的父母 父亲 直系亲属 朋友圈 对对对 他就没法在这个 朋友圈里边生存了 实际上 这也是很多人 顿掉 就是我就消失了 就被迫从事一些 地下行业的原因 就是这些一个 产生了很大的后果 把这些女生 给甩离了大学 实际上 那就去做别的工作去了 那我觉得 其实 我看了 另外一个视频 我会发现 其实这个年代的人们的性观念 跟我们理解的 已经完全不一样 你看到哪儿的视频 我看了一个 新闻的一个视频 去采访 是一个电视台的采访 就是在街头 随机找这个年轻的姑娘 问你这一生 你想睡多少个男人 我看到的 数字最高的那个时候 两百多个 然后说你现在 已经睡了多少个 说一百多个 而且特别严肃 很正常地 在回答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带着男朋友的 问这个女孩 她带着男朋友 在旁边站着 我睡了十来个了吧 对 就这种 你听过那个 有个段子讲 那个90后和60后的吗 我估计你们听过 就是说 坐那个火车 卧铺 有个90后的女孩 睡上铺 有个60后的大叔 睡下铺 然后那90后的女孩 就不考虑别人 放那个音乐 那很大声 烦的 睡不着觉嘛 这60后的大叔 就跟他说 说姑娘 你能不能让我睡一觉啊 这姑娘 看着大叔看了一会儿 说行 上来吧 我觉得这个价值观念 对于有些女孩子来说 一个这个 这都多了 这都多了 可以睡两觉了 可以跟大叔睡两觉 你说 我觉得有时候 还不是闲的问题 您刚才讲到 就是这个 对于性的观念的 这种 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 是真的很让人吃惊的 我有时候玩一些 那个手游嘛 那你知道手游 会有很多小伙伴 我们就可能会有一个群 一个群里面 有好几百个人 其实大家都彼此不认识的 那我是做消息免打扰 我是不会去看那些消息 但是有一次 我看到一个人的 微信的名字 我吓了一大跳 他给他自己取的 微信里面取的名字 是叫 清他的城 当他的王 睡他的人 上他的床 看这名弄正常 这个 这个就是叫做 个性签名 就是自我表态 我告诉你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 扑了 这算是比较文明的签名 对吧 也就是上他的床 而且现在 我觉得这个有传远性 就是一个女孩 看见一个女孩 比如找了个大叔 什么的 他马上都会觉得 我也可以找一个大叔 至少帮我买单 什么的 其实对他们很多时候 要求很简单 你知道吗 就是今天晚上 我想去唱个歌 一帮孩子 想去唱个歌 总得找一个 咱们这老干做 我觉得咱们 怎么那么冤大头呢 就是 我们年轻时候 也赶上好日子 对 你说我们这些大叔 要不是真是 为孩子们服务 有的时候 也不是睡不着 对吧 就给他买单 你也愿意吗 对不对 我不愿意 但是我有的朋友 那不就是承担了 这种角色吗 他 你说 这怎么理解 我们年轻的时候 性的最大特征是神秘 今天的最大特征是不神秘 那网上什么都有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 无论你怎么去进 怎么去阻碍这个事 这个事是跟潮水一般的涌来 所以现在 女孩子对自己的身体 就没有什么珍惜的感觉了 过去都有这种珍惜的感觉 有的女孩就是说 我得让我新婚丈夫碰我 别人都不能碰 现代人直接说 一听说那女孩是个处女 那我不要了 说这这么一经验 没啥意思 那他观念都不一样 对不对 是啊 你说我们那个时候说 什么直男癌的这种观点 那就是说这女的 多睡一个人 你就多贬值一分 对 那固然 那是老土的 对不对 但是现在好像 层一下 你这个一个境界去了 对 这东西 对 他是跟他说的那视频 我也看过 那个我看 我们的兴趣 是很接近的 很有意思 那视频 就是他就随机采访各种女孩 女孩回答都大部分都超出你的意料 有时候两个女孩一块走就问 说你一生中要睡多少个女孩 那女孩说他已经睡了十多个了 他闺蜜说 直接说 有的最什么 我里头说的最保守的人 就是最为保守的一个人说 睡仨 就是最保守的 说要找一个人 就是没结婚的人 还有一个 以后还有一个结婚的人 也不是怎么 还有一个什么人 是那个 他说睡三个 那个说是在大学里边谈一个 谈一个 这种傻小子 大学之后要找一渣男 被这渣男骗一回 最后找一老师 这是里头 这是完满的人生 这是三个 这是里头要求 最少的一个人 剩下都是十个二十个 最多的二百个 对 二百个 那个是我觉得是挺具有这种 研究价值的这种采访 对 而且说的都很自然 没有一个人是很拘谨的说 是吧 其实我们说这种 但我们有点不好意思 人家接受采访的时候 是很内心 很健康的一种 你不好意思 我们不健康 那我有些朋友可得意了 就是你知道 就是说感受好时候 大叔感受好时候 我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一个朋友 他就说 他说你要做在美国 中国现在对我们这老男人是最好的时候 说在美国哪有这十六七岁的小女孩 赔不我们这岁数的人玩啊 他说可是在中国 对吧 有钱 我哗啦啦 整天朝一的堆都没问题 也没花太多钱 有的时候就是给买个单 这就是不能全怪那些女孩的原因 这个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同样重要 老男人这供给侧改革 非常重要 很重要 所以你知道他们想讲 就是说什么 就是说消费主义 还有什么社交媒体 等等这些是一只巨兽啊 就是说在吞噬我们的这个 这个灵魂 新一代的灵魂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的大学老师 他说你们要同情这些女孩子 他说我认为有同情之处 他说因为什么呢 1999年他去这个重庆叫什么乌山乡啊 就做调查 他说1999年那个时候 我做的这个中小学孩子 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学生 他说你们要知道极度贫乏 带来的这个后遗的这种意识 他那个时候 比如说我调查一个小学 400多 4500个这个学生 他说走山路 每天一两个小时 才能上到学的孩子 就占到了一半 200多个孩子 午餐的时候 就是一半的孩子 没有午餐 他就说 他说你想这样的孩子 他上了大学 而且我就觉得 我真觉得我们60后 我上大学的时候 一样穷 没这种虚荣心 真的 就是说 他这种虚荣心 我有时候表现 有时候我看到 我觉得好可怜 就是怎么现在会出现 家境好 你比如我觉得 要是我的孩子碰到这个 我心里就特心酸 我特希望让他不缺钱花 因为我见过那俩女孩 你知道一个家境不好的女孩 现在要是跟那个富二代的一个女孩 俩人一起出去 还交朋友出去逛街 我就看着不漏人 那富二代女孩就是 他帮富二代女孩提着行李箱 那富二代女孩买的那个东西就成箱 然后什么喝个咖啡啊 喝个冰茶 都是这富二代女孩给他买单 于是这个贫穷的这个女孩 就有一种奴言悲惜的那种感觉 哎呦 我觉得这太心酸了 那个泄露的资料里边 有这样一个资料 说那个专业上 有两大专业是最大 一个是师范专业 一个是医学专业 中西部院校的师范专业 是交钱 交学费交的最少的 这我们都知道 就上师范以前是免费的 现在是不免费的 但是他学费是交的最少的 你比如像金融专业 计算机专业 或者是这个这一类的专业呢 是出身不错的那些人报的 因为他的学费很贵 他可能一年 就是一两万块钱的那种 他们这个穷人的孩子 是报不起的 我们没有完整地调查 那些被骗的女孩的 家庭的财政状况 但是我从他们的这个专业 大致能猜出来 就是就刚才你说的那个 出身贫寒的女孩啊 到了城市了以后 就是别人都在炫富 其实自己又没有钱 支撑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拿一个化妆品也算呀 就这种有可能背后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关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 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啊 就是人靠衣装 我的意思就是说 真富就是真富 真穷就是真穷 但是现在好像 他们说这消费主义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靠俩符号 我用得起这个 我就是广美这一层次的女的 但甭管实际上 这不是广美还说呢 一出去就广美实际特朴实 你知道吗 就是经常被人家瞧不上 他朴实不是这样 他朴实是高高在上的一个朴实 是两回事 我们社会的这种 现在这种所谓成功学 都是拿钱做标准 我们今天社会是 过去文人还能成功 今天文人成不了功 就是你小说写的再好 你那小说不卖钱 你也不算什么 一定要卖钱 然后呢 电影上一定得有票房 票房 对你比如说 你一个作家 这个获了个什么奖 你小说大卖 然后马上就给你归为 这个什么 作家富豪网 对 我都被归一回 这是前十场课 然后呢 我说 这个 他都是拿钱来衡量这个成功 所以导致这些 刚走入社会 其实大学已经算走入社会 因为他不是义务教育 那么他就这种攀比型 就我们社会的这个标准权定在那 其实我写了一篇文章 我就说是他们是无辜的 就这些女孩 社会是有责任的 是社会的引导的问题 那么领导问题呢 你高处的问题 就是你的社会的目标 定制的对他们极大的诱惑 就你说消费主义 第一等问题 就是他刚才一开始就说到了 是你金融系统的问题 500块钱 你随便办个卡 也得他们随便刷出去 对不对 凭什么我非得去弄他们这事去 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的一个悲哀 就中国金融系统 不像他老在这种改革吗 其实这种大学校园 你把信用卡给他 如果他花冒了 因为信用卡有的给的很低的 就是两三千块钱 那么在今天全新银行系统 沟通的情况下 你这个代价会很大 那个可是那个息是低的呀 他们这个事主要就是息太高了 最高的息是按日记还不上的 马老师那个时候对 就是他那个大学校园 信用卡为什么退出去了 是因为大学生的违约率比较高 高对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换一手机号 我就不还了这种的 而这种高利贷是我维持在50%的 这种违约率 我都能赚很多钱 都能赚钱对 他们违约达到70都还赚钱了 还能赚哈 请不吝点赚钱